中华征信所总经理张蜜 今天邀请经济学家台大教授王作荣 就台湾经济特质和发展趋势 执行了80分钟的演讲 王教授并且接受了记者的访问 王教授 首先想请指出我们台湾目前经济的特质 经常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一个因素就是毛铃 那么这份毛铃我们很多 那么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资本 资本我们比较缺乏 那与这种有连带关系的是机器 我们机器也比较落后 第三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资源资源 那么这个资源我们非常缺乏 那么由于这三个经济上的这种 三个生产的要素的这种特点 使得我们发展去一种公园 也是很特殊的一种公园 那就是从国外进口这种 进口机器设备 进口原料 再利用我们丰富的劳力 加工 然后吃口卖到外国去 那么您看我们未来的 这个工业发展的趋向呢 那么现在这种工业呢 不能够持久 一方面呢 从这个经济方面看的话 那我们的经济慢慢地进步以后 我们的老公会变得很 慢慢变得有缺乏性 实际上现在已经看了 现在工资涨得很快 这就表示我们老公慢慢缺乏 以后工资会涨得更快 那么工资涨快了以后 这个工业就难得存在 我们就不能够跟其他的 老公的国家竞争 所以站在这个立场的话 那么在过个三五年以后 这种形态一定要转变 就是经济上的理由 那么还有一个 经济上跟政治上的理由 就是这种的 成功也是能维持我们生活 不能使我们有很强大的经济力量 因为我们的国防的关系也很少 那么在未来的这段年呢 那么看我们国家的前头 我们必须要有强大的经济力量 是从我们国防的 所以从这两方面看呢 我们现在的这种经济的结构 这种工业的发展 不必要转强 就是转到重化工业这方面去 那么也就是说需要 发展的资本 高级的积蓄 那么少量的 使用脑力的这种生产方式 那么这种生产方式 一方面是我们国民所在 增加的很快 所以我们他们在国际市场上 有很大的新增的能力 那另外一方面呢 会跟我们国防的需要结合 那么跟我们新增的需要结合 那这是一个既然的歇史